你坐在这儿干吗 出去玩 佩佩啊 你都休息这么久了 是不是应该老义结合 老义结合 一会儿就先练吧 不不不不 今天我看外面天气特别好 我们要不然出去逛逛街 买买好吃的 巧克力豆 采纹糖 棒棒糖 口感糖 算了 反正我也管不了你 不然 我们去放风着吧 不不不不不不 佩佩 嗯 我觉得 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分开 可以啊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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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分开 分开 分开多久 走 走吧 回去吧 我 你去哪儿去啊 滚 孟岚 孟岚 滚 孟岚 腰抬高一点 腰是力量的源泉 我这不是想的是 我不想留点咱们两个人一起的回忆吗 至于吗 我不就 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你就跟我说分开 你有病吗 我要跟他理论一下 请家 我要跟他理论一下 请家 为了一点小事就赶我出门 小气滚 我就是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吗 不就好好练功吗 我把线子放在这儿不就好吗 我把线子放在这里 飘飘 早啊 早 我这是早餐 要不要一起吃 不用了 谢谢 你来这么早应该没有吃早饭吧 空腹练功的话会伤身体的 你还要去参加五道大会呢 是跟我一处吵架了吗 走啊 我准备和魏师兄先分开一段时间 什么 你为什么要跟魏师兄分开一段时间啊 是可能得问魏师兄吧 是他做的决定 算了 我们一定要得到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 我换个地方训练 我换个地方训练 你们继续加油 他这是怎么了 飘飘跟打了鸡血一样 没问题吧 这马上就全国舞蹈大会了 我们不能出什么岔子呀 我去问问魏师兄 等等等等 你干嘛去啊 最上没个把门的 让海洋去吧 那我现在就去 陈鸣 你还没去早饭吧 哎呀 你还没去早饭吧 进来吧 原来你在喝茶 看了我来的正是时候 你今天来 是来问我跟飘飘的事吧 果然 什么都瞒不过你 我想请你帮个忙 说吧 我希望 你可以陪在她的身边 监督她练习 这不应该是你做的事吗 怎么 你们还真打算暂时分开啊 嗯 为什么 王兆天这个人 诡计多端 她为了比赛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担心 我担心 在赛前 她会对风爷爷动手 这样 就必然会影响到飘飘 我不允许飘飘 在任何情况下 受到任何影响 这件事情 确实不能让飘飘知道 我以师父的身份 陪在她身边这么久 见证了她一个又一个的台阶 但我知道她还可以变得更强 只是这个新的阶段 必须要摆脱对我的依赖 靠自己的努力 达到新的高度 原来你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飘飘 就连暂时分开也是 那你一个人 你放心 你只需要 陪飘飘和大家训练就好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大家 其他的就交给我吧 好吧 既然都开口了 我照做就是 我会给你一份详细的训练计划 接下来 就要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好 手艺肩长 来吧 服务 来吧 我知道了 我就是一个人形的偷步 这怎么这么难练啊 飘飘 嗯 我觉得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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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学长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的 从今天开始 我来替卫手督促你的训练 这个茶对你练功有好处 是他叫你来的吧 不管你信不信 位数都是这个世界上 最希望你好 还是最关心你的人 行了 别说了 我们开始练吧 那好 我们先开始 你的招式呢 现在很纯手 但是变招有点过于僵硬 我们先从 拆招的灵活性练起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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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 全国舞蹈大会的比赛现场 全国舞蹈大会 是太极界 与其他民间武术团体的 交流比赛 第一轮淘汰赛 究竟哪些选手 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首先上场的是 太极系白海洋 对战金刚快传人 不知道这场强强对决 谁才能脱颖而出呢 太阳加油 加油 太师兄加油 恭喜太极系白海洋 打败金刚快传人 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接下来太极系萧效 对战水灵快 没有问题了 一定能选的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肖肖选手为太极系再下一城 接下来 由太极系杨宁雪 对战归原派二师兄 太极系列 这个 PolyG подумar 太极系今天 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 怀孕雪 击败追元派二师兄 让我们一起期待 之后的比赛 下一场就到飘飘了 之前让大家担心了 抱歉 现在你们可以放心 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我就一定会走到底 破除门第之箭 获得舞蹈大会冠军 小飘 要是实在打不下来呢 也没关系 没有人会怪你 打赢这场比赛 我不是为了魏楚 也不是为了别人 我是为了向大家证明 不管你是不是名门出身 只要你努力 一定就可以 我先去准备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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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啊 你一定是在担心 卫楚还有飘飘的事吧 猜对了呗 猜对了呗 你说这好端端的 两个人怎么就 必须得分开一段时间呢 看来男人的心思也就 我的心可是宽着的 不信你摸摸 好好好 你最宽 你最好 好想一直和你这样做下去啊 你知道吗 其实一开始 我真没觉得我会喜欢你 我还是以为你 因为我的魅力才喜欢我的 你想到是计划好的 我才亏呢 我计划没达成 我还搭上自己 是我傻才好吧 一下就跟你骗到了 傻点好 傻点不好吗 你不傻我还看不上你呢 你才傻呢 不是 又迎来了新一日的比赛 今天的比赛 首先是太极系风飘飘 对战浮土派阿峰 太极系能否缔造不败神话 请大家拭目以待 天哪 一招至你 高手啊 简直不可思议 恭喜太极系风飘飘 战胜狐独败选手 奔赤家的真不错 太极系四连胜 八戚门王兆天 对战金刚派最强高手阿浦 没想到在出赛 就能看到如此强强力决 又是一招至敌 你们这些各大门派的高手 都败在我手里 看来这全国武道大会的冠军 我势在必得 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比赛 一个月的赛程进半 太极系五人 竟然全部都进入了前二十 八戚门四人 也不甘示弱 惊喜连连 让我们期待之后 二十进十的比赛 这呀 这招式 怎么了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说吧 最近 唐玲在学校已经销声匿迹了 八戚门也一直都是王兆天在发声 我怀疑很大可能性 唐玲已经被王兆天给 你的意思是 唐玲可能被杀了 那倒没有 她就是很可能已经被拘禁了 我就是在想 我要不要去救她呢 好 虽然呢 我不知道你们过去的恩怨 但 以前你们毕竟是一家人 我站在太极系的角度上 不该说这样的话 但你们都是为了八戚门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相信将来 你们可以和解 这样 也可以消除八戚 和太极之间的恩怨 更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 如果唐玲是被王兆天囚禁的话 那她 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扳倒王兆天的重要人生 如果我猜得没错 那很可能 我知道她被囚禁在哪儿 这样的话 我们缺的就只是一个 王兆天不在的时机 不如 不如 找威处先生办吧 你对这套拳法有了解吗 比较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国舞蹈大会的比赛现场 经过数日的比赛 参赛者已经为数不多 但太极系和八戚门 无疑是本次比赛中的绝对亮点 而今天就要上演一出 火星撞地球般的精彩对决 八戚门 八戚门选手杰克 对战太极系陈兵 陈兵加油 不 这个杰克虽然快 但是肯定不是我们前面的对手 这人怎么可以这样 林雪 别生动 发起满 上出 不能中他们迹象法 他们应招多事 陈平 你的手没事吧 抱歉 我大意了 没关系 只要你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很疼吗 小事情 不用担心了 去吧 今天这是我们最后一场比赛 太极系和归原派 再次狭路相逢 全手杨宁雪 对战归原派最后一人 刘青 宁雪加油啊 究竟会录死谁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使用 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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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刘钦 为归原派拿下一场 敬请期待之后的比赛 大家 真的抱歉 辜负了你们的期待 陈冰 你别说了 大家都只要你尽力了 是啊 刚才在场上 什么样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 八旗门这帮人 甚至是下手不择手段 明雪 你也别自责了 我没有人怪你 但是我怪我自己 都怪我自己没控制好心绪 要不然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别这么说啊 林雪 刘青 她是公然的归原派 最有希望的人 即使我和她对战 也难说胜负 我 笑笑 海洋 会带着大家那一份 继续努力 那接下来就交给大家了 经过连续三日的比赛 十位选手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太极系风飘飘 白海洋 肖笑 八旗门王兆天都成功晋级 然而金刚派和空同派的两位选手 因伤势过重选择退赛 所以今天的比赛将变为八进四 不知道太极系今天 是否能够重振雄风 由太极系的选手白海洋 对战归原派刘青的比赛 一将开始 你说 这场海洋的胜算大吗 难的 上一届舞蹈大会的时候 归出比赛 我们就是败在她的手上 今天的比赛 是决定半决赛名额的关键赛程 归原派刘青 会让太极系白海洋趁心吗 刘青既然主动发行进攻 太遗憾了 恭喜归原派刘青获胜 海洋 又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事 归原派刘青成功晋级半决赛 果然我还是输了 对不起大家 没能和你们一起战斗到最后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你们要加油啊 你已经尽力了 下面 太极系队长风飘飘 对战八旗门杰克的比赛 马上开始 八旗门队长王兆天 已成功晋级 半决赛还剩下两个名额 杰克能否为八旗门 拿下一个名额呢 对战的是队长风飘飘 还真不好说呀 风飘飘飘 和杰克的比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咱们拥挤谁 才能笑到最后的 贵处交得真不错 恭喜风飘飘 恭喜风飘飘 战胜巴西门选手杰克 风飘飘顺利晋级半决赛 这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 由太极系肖孝 对战散打高手阿军 他们之中将决选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 恭喜选手肖孝 击败散打高手 太极系实力太强了 有两位女选手进入半决赛 太极不愧是传承千年的国术 让我们一起期待 最后一天的半决赛和决赛 王昇天 快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有什么用 这里才是你最该待的地方 混蛋 其实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马上就能成为全国武道大会的冠军了 想必你爷爷在天之灵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把起门 我现在背后的势力就是东南亚的黑帮 不知道比八旗门强了多少 你觉得我还会在乎一个小小的门主之位吗 黑帮 八旗门 武道大会 都不过是我的棋子吧 你excuse me 你 今天要拿过来 你看 你懂我 你得帮我 你就能帮你 我个人 我们的番茄 有些堂 风飘飘绝对会冲冲退赛的 其他四个人我根本不在乎 这边开着 王朝天 你真的卑鄙 卑鄙 卑鄙我应该向你学习的吧 风必行 你为了一个小小的门主之位 竟然连自己的表妹都算计 你跟我讲卑鄙 真心 真心 假的 别人来了 不许动 不许动 来 说着呢 不许动 来 带着 快 快 快 谢谢你们了 龙老先生 您太客气了 对了 海洋 你是怎么知道 八七秒来抓风爷爷 是啊 向好提前我们打的电话 这样风爷爷就没有危险了 不是我 这都是卫楚的意思 卫师兄 这次舞蹈大会的参赛者都很棘手 我得帮你们把场外的事情都处理好 你是说王朝天 嗯 以王朝天的性格 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难道 他还要对飘飘下手 以现在的情况 风并行 是他最好的下手目标 还有谭林的事情 谭林的事情 不过 幸亏卫师兄提前想到了 可是卫师兄人呢 他呀 嘴上说是不在乎 心里比谁都要惦记他 如果你们的谁就会参赛者 觉得自己在这儿 托言啊 他这样对手 他实在为了 ln'o 尝不过 你在这儿 你是不是也可以也觉得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 魏楚 我知道你在里面 明天 我就要跟王正天打了 还是有点不安心 不过你放心 明天的比赛我一定会赢 因为这是我们的梦想 等我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舞蹈大会的最终比赛日 今天将会进行三场比赛 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 两场半决赛分别为太极七的风飘飘 对战八七门的王兆天 太极七的肖孝 对战归原派的刘青 归原派的刘青是我们赛场上的熟客 上届比赛击败过太极七 不许能否再创加进 不是我风飘一个人 稍稍不计那些比赛吗 嗯 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八七门代表王兆天 在比赛前夕才赶回国内 他在八七场中 融入了泰拳的精髓 技术精湛让人叹为观止 什么技法精湛 这 这个人阴险狠毒 早年在东南亚打黑拳 卑鄙无耻还差不多 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了 太极七代表风飘飘和萧啸 更是女中豪杰 前面几场比赛令人记忆深刻 今天没有看到太极七选手亮相 这是怎么回事的 怎么办啊 都这个时候啊 也是萧啸和归原派刘青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离开赛还有一分钟 如果太极七选手再不到场 便会自动叛復 刘青和王兆天 将直接进击决赛 太极七的风飘飘队长 正在迎面走来 可是萧啸选手呢 如果萧啸再不到场 那就是自动放弃比赛 归原派刘青将直接进击决赛 离开赛还有不到四十秒 即将进入倒计时阶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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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赛还有十秒 现在看来萧啸选手肯定是要迟到了 五四三二一 滢水 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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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ina 我们来晚了